大型话剧《七个萝卜一个坑》将分别于明年2月和4月在落线及耳湾上演 大型话剧《七个萝卜一个坑》主创团队 台湾综艺一姐芳芳 知名演员田平春 主持人金波 健身教练Sunny 节目主持人张默 编导和节目制作人张晓 演员小麦 节目制作人Morgan Lu 及舞台总监汉克日前与媒体见面 据介绍 话剧《七个萝卜一个坑》讲述了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六个房客与一个房东的故事 反映出华人在美国生活的点滴 爆笑的情景 感人的对白 以及荒诞的讽刺寓意 真实地反映出华人在美的悲与欢 那我们这一部戏将在2024年在春节党期在洛杉矶演出 那这部戏主要在讲的就是华人在美国生活的故事 所以其中有很多的酸甜苦辣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或是一些就是不为人知的一些心酸的背后的故事 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进剧场一起来感受这个我们用喜剧方式呈现的舞台剧 大型话剧《七个萝卜一个坑》演员阵容强大 被誉为台湾综艺一姐和女丑之王称号的芳芳 曾在多部电视剧 电影 舞台剧 相声及综艺节目短剧担当演出 她还担任过综艺节目的主持工作 能演能唱 擅长模仿 以卓约的表演和主持才华 荣获金钟奖最佳女演员和最佳主持人奖 吸引我的这个戏呢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尤其是华人在海外啊 大家都知道生活挺不容易的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段故事 有酸甜苦辣 但是呢都为了面子 中国人都好面子 有的时候都不说 但是心里面那份苦呢 其实这个每一个人自己心里都很清楚 所以藉由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来作为一个表达 知名演员和制作人田平春 曾参与众多备受瞩目的戏剧演出 担任了多部连续剧的制作人 主持人金波 其主持的王牌综艺节目 曾创下中国电视栏目最高收视率纪录 冯凰卫视田野罗杉矶报道 这样的影响 第二段 并不见何语剧的